要選總統的 要當黨主席 候選人跟這個黨機器結合 做起戰才有力 才比較有力於勝選 大棒要交給賴清德 蔡英文會讓他如願嗎 拜託所有大大的學務 他們心情還是很深嘛 大家在這邊耳於我戰 一定讓這種盤根錯覺 比比皆是啊 四連案是整個金方 整個蔡英文政典 最醜陋的一片 有網路不掉就顯示了 超過九成民眾認為蘇貞昌 他是應該要下臺打包走人的 只有百分之四點二 認為他不用下臺 好蘇貞昌在二零一九年上任的時候 是一個在二零一八 去選一個新北大叔三十萬的院長 當院長 他沒有民意基礎 現在政府的期中考選舉 整個被死盪了 但是蘇貞昌 他還拿蔡英文的一句呢 你不用辭啊 來當黨建牌 這樣可以嗎 老師 我剛剛看到陳明文那個講話 實在是 我的眼珠子差點掉下來 還剩下兩都三千 他說都是我們英系的 你看我們英系的很厲害 怎麼現在乖則 我們英系不行了 要把我們當戰犯 那我跟你講陳明文 你何不把林佳龍調到高雄去選 把陳其邁調到清北市來選 陳其邁不是你們英系很厲害嗎 那看看是不是叫你講的 還是選得贏 你不是佔的這種結構性便宜 陳那個林佳龍真的就是積了十字無味 氣之可惜 跑到清北市 那是包輸的 他說你看我們都贏了 不要想說我這外人看不下去 我相信民進黨那些人自己那個 包括林佳龍這個 大概會噴血這樣會吐出來 那你就想說根本沒有反省 不但對於群眾沒有反省 對他們黨內也沒有一種 要改變的氣象 所以高嘉瑜現在就覺得很孤單 他想說我前面停著 停著 停著 一選舉出來翻盤 我這個路線 我這樣的聲音應該很大 對黨內就可以有一種改革 檢討 然後可以翻轉 就發現說沒有 你說像呂秀蓮現在幾乎是算黨外 是不是 那這種聲音就讓他覺得很孤單 那他表示他有危機感 他這個危機感是對的 那這危機感反映在什麼地方也看得出來 我們這一趴的主題說 那蘇貞昌為什麼不辭 蔡英文圖的是什麼 那賴志堡說跟蔡英文一起抵抗壓力 我是不太這樣認為 蘇貞昌要辭才困難嗎 過去也不是沒有人說敗戰就格魁 遲遲負責的 我認為第一個他們大概沒有料到 會出得這麼慘 所以原來估計可能過年前後 本來就要改選了 忽然間事出突然 第一個 你想想看蘇貞昌是怎麼當格魁的 他當時也是敗戰 林佳龍也是敗戰去當部長的 如果現在蘇貞昌下來 那他們本來安排的是誰 鄭文燦 或者可能是陳建仁 準備當那個備位的 好看嗎 能看嗎 鄭文燦這次也是浮選這麼糟糕 那個陳建仁那個德性 那如果現在馬上蘇貞昌下來怎麼辦 那真的會用人才嗎 這是蔡英文要的嗎 所以問說他圖怎麼 第一個他根本措手不及 如果現在下來 換的人不是他要的 那所以風頭過了 過了個兩三個幾個禮拜 一個月之後 反正到時候議題很多 大家交點換了 這個時候再把他要的人放上來 時間比較對 所以叫他停著 第二個 他們自己黨內獎 他們的慣例就是 要選總統了 要當黨主席 候選人跟這個黨機器結合 做起戰才有利 才比較有利於勝選 所以就認為說 將來如果大棒要交給賴清德 那既然黨主席就應該賴系的人馬 讓他們去操盤 有這種聲音出來 可是你想蔡英文會讓他如願嗎 他真的這次拜了之後 有大大的覺悟 為了他們整個黨 為了 能夠真的就準備要交給賴清德 你覺得有嗎 你從他們剛才講的那個 例如講說那個內部 那個會議出來 他在那邊遲遲 賴清德說點點不說話 最後講個場面話說 總統你還是不要死 你就知道他們心情還是很深 大家還在那邊耳於我詐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不可能這個馬上換人 你換人你換來這個 格奎跟黨主席 都都可能很可能都是 這個賴清德這個人馬 那他還能夠混嗎 所以他當然不能夠讓他下來 第三個我覺得可能最重要的 世出突然 你想想看 蘇貞昌跟蔡英文 包括陳時中 這一個系統 這幾年來掌握機器 花掉多少的預算 你會大家看到什麼高端 你想想看他們那個下面水多深 那有多少的黑暗的 看不見的那個 如果忽然間換個人 搞不好轉換不及 所以他需要蘇貞昌在上面散後 遮掩這些可能的犯罪證據 趕快散後 到時候一兩個 一個月多下來 還比較安全 他圖的是這個嘛 所以他當然頂著 民意這麼強 大家都認為說 你沒有資格留在那裡 不要講外界 連黨內的 都這麼多聲音 那他為什麼頂住 因為他們的厲害盤算是這個 所以一方面就是擋住 這個賴清德的這個勢力 一方面就是趕快讓自己能夠搞 那重點整個是沒有反省 民進黨不會因為這樣做改革 不會說還有一年多 真的忽然間趕快換出一批人才 然後好好的洗心革面 然後下一次總統大選還有機會 完就是蔡英文跟前面那個 李遠哲跟他講的說 你要這樣 你說2024一號不是我的事 他現在就是一副 真的是戳麻將時間 趕快把這個東西混完 不會再為民進黨 更不要講說為台灣 那剩下這一年 如何能夠有個新的氣象 如何洗心革面 如何能夠重新佈局 不但對外 包括對內對老百姓 對內這個黨就可以重新團結 對外對人民來講 也是覺得這些有環境有改變 所以這個不可能 那有說得不好 這是民進黨的事 我也不會去那麼關心 他要改不改 蘇貞在那邊CD定點 你嘴巴看秋 然後你又繼續 又再壞 讓你讓大家看一個 看一個價值 你就看看他是不是還是這麼囂張 民進黨墮落 其實不要說黑了 連金也都不管 華航思焰安入追的 都是基層國安人員 而民進黨府內自己人 大家都沒事 而且還可以個個都高升了 當時被列為被告起訴的 邱瑩的弟弟 前華航空品處的副總 邱章信 12月1號呢 要高升 變成了華航聯合管制處的處長了 在華航內是屬於副總級的 我們先不要說 如果一般民眾 涉入這麼嚴重的案子 可能早就被開除了 這邱瑩瑩的弟弟呢 在事後呢 現在還可以高升 董哥 聯合管制處 其實掌管是非安很重要 很重要的部門 跟之前空品不一樣 之前空品是管貨物 行李了 如果他連貨物行李 都管不好的話 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資格在關鍵位置上 管好非安 難道現在為了自家人 政府可以連人命都來當兒戲了嗎 就是為了要酬用自家人 事業案那時候引起全民的憤怒 那現在大家都遺忘了 所以那些人就重新盤整 紛紛出籠了 就好像這一次敗險 過一兩個月 大家都忘了 然後很多人又可以出現了 所以這是民進黨 用人的態度跟防智 邱瑩瑩的弟弟 其實大家也知道 民進黨這一些盤根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 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頭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